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贪欲不可助长,知足忘能长久 看过一句话尤为喜欢 一生说长不长 不管人生处于哪个阶段 都应该少点执着 都需要学会时不时放空自己 成长路上因为负累的东西太多 人难免会迷失 人生最好的境界 就是时刻有放空自己的智慧 一,身体放空 在每个华灯初上的夜晚 我们刚结束一天的疲惫 又在第二天车鸣的清晨 拖着沉甸甸的身体 从床上爬起 在快节奏的世界里 每个人都习惯了超负荷运转 承受着不该承受的压力 但逐渐疲惫的身体 带来的却是日益严重的压健康 生活在当下的我们 若想变健康 就要学会在高压下 寻找合适的时间放空身体 恢复活力 我认识一个朋友 有一次跟他聚餐 本想定周日 但是他极力要求改为周六 见面时我不觉地问他 为什么周日你从不出现在任何聚餐上 他给我的回答竟然充满道理 周一到周五处理工作 就能耗尽全部力气 周六可以跟朋友稍微放松一下 但是周日我要给自己完全地放松 就算天塌了 也别想把我从房间里带出来 想一想他这样也对 只有让身体充分休息好 才能精神饱满 奔赴接下来的战场 其实生活里的泪 一半源于生活 一半源于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 渐渐地我被他的生活状态感染了 拒绝没必要的邀约聚会 给自己缓解身体疲劳的时间和空间 让自己彻底放松 不必一直处于紧绷状态 这种生活方式 就像庄子养生哲学中的作望 躲肢体、处聪明、离形去之 同于大道、此为作望 只有忘乎形态彻底放松 不被束缚 才能身心合一 所以当感到身体疲倦时 一定要让自己停下来 别急着赶路 人生本来就是一路奔波 一路疗伤 不给自己疗伤的时间 怎么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如果累了 就狠狠地放空自己 心理掉不必要的事事纠葛 缓解好身体 摆脱负重前行的疲惫 只有无忧才能真正做到无谓 二、经验放空 作家维纳曾说过 人生就像行走在海里的船 所有的经验在海啸面前都是空白 若你觉得只有一个老船长就已足够 或许下一场海风 就能将你席卷到海的对岸 时代瞬息万变 你永远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哲学家罗素讲过这么一个预言故事 在一个饲养场 经过整整十个月的观察总结 一只火鸡发现 无论晴天还是雨天 星期三还是星期四 饲养员总会在上午九点投喂食物 于是这只火鸡骄傲地宣称 它发现了宇宙第一原理 食物会在上午九点降临 很长一段时间 这条定理确实准确有用 这只火鸡也被其他火鸡热烈追捧 但感恩节的前一天 火鸡们不仅没有得到食物 还被捉去杀了 这就是著名的火鸡理论 人类的大脑会对自己的经验产生依赖 经验往往并不牢靠 反而会固化思维 让你在真正危险来临之时 变得麻木 反应迟钝 你以为抱紧过去的经验就能如鱼得水 殊不知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过去的经验反倒会成为今日的束缚 一个人只有及时清空过去的经验 保持空碑心态 不断学习才不会被时代淘汰 三 欲望放空 前世家训非常提倡节俭 前学森之子钱永刚 讲过父亲的几件小事 第一件 包 这个包是钱学森在美国参加会议时 主办方发的 他归国时就带了回来 余用就是四十年 包两侧已经磨损严重 有很多缝补痕迹 但从未换过 第二件 房子 1955年 钱学森回国后 组织分了他一套普通三居室 他在这个房子里 一住就是五十年 期间 组织多次分给他新房 但钱学森都拒绝了 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 第三件 蒲扇 钱学森留下的遗物中 有十一把用胶布粘过的蒲扇 两千年后 北京很多家庭都装上了空调 但钱学森依然在用蒲扇过下 钱家为什么如此 倡导节俭呢 一是为了节制欲望 以免贪图享乐 而变得交涉淫逸 二是希望后代 能去追逐内在的东西 比如梦想 事与爱好 而不是外在的东西 比如金钱 房子 权利 欲望 是一个人感到痛苦的根源 《道德经》中也讲 贪欲不可助长 知足方能长久 欲望永无止境 最美好的生活 恰恰就藏在最简单的知足里 四 情感放空 听闻爱情十有九杯 生活中我们见过太多为情所困的人 有人失恋了 还满腔的不甘心 苦苦纠缠着不肯放手 也有人因为婚姻的破裂 顿时坠入黑暗 自此一蹶不振 但是日子是往前过的 人是往前走的 南墙已经撞了 故事就该忘了 你要记得 错过的人 即是错的人 也是过去的人 过去的感情纠缠无用 惦念无用 悔恨无用 一个沉眠于过去 步步回头的人 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真正聪明的人 懂得把曾经的感情格式化 该放的放 该忘的忘 只有放下错的人 才能遇到对的人 只有放过过去 才能让未来到来 五 成就放空 冰心曾说过 冠冕是暂时的光辉 是永久的束缚 一个人可以做到 随时放空自己的成就 这是一种大智慧 也是一种大本领 世界球王贝利 在二十多年的足球生涯里 曾经参加过 一千三百六十四场比赛 共踢进一千二百八十二个球 他还创造了个人 在单场比赛中 射进八个球的辉煌战绩 当他个人进球记录 满一千个时 记者问他 您哪个球踢得最好 贝利笑了笑 意味深长地说 下一个 人生最值得期待的 永远是明天 一个有追求的人 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永远是下一件事 很喜欢一句话 不要活在过去的光环里 要知道 昨天的太阳 晒不干今天的衣裳 过去种种成就 皆是过眼云烟 人生如登山 登上一座风顶后 只有下山 才能去攀登 另一座更高的山 一个人只有摆脱了 过去的束缚 一直往前走 才能每一天 忧于过去的自己 了凡私讯上 有这样一句话 昨日种种 譬如昨日死 今日种种 譬如今日生 好的人生 需要积累厚度 也需要及时放空 放空自己 是为了更好地重新出发 在一次次放空中 不断地为生命做减法 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方向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木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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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